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在下面的少女迴戰啦 沒有錯 大家看到我們的封面就會知道 哇 我們的秦始皇來啦 哇 秦始皇居然也會有這個女生版本的一天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究竟有多麼的酷炫 我覺得比起就是之前的那個 制妖諸葛亮的這個外型的話呢 我應該會比較喜歡我們銀鎮姐姐啦 好不好 那如果你也是很喜歡銀鎮姐姐的話呢 可以來看一下齁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能力究竟厲不厲害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的銀鎮親始皇姐姐 好不好 他是我們的十國的十陣營 然後是自立型的武將 我怎麼喜歡的武將都是自立型啦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然後他是主要負責輸出的武將 還有就是負責輔助的武將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這個邂逅環節 好不好 看一下我們這個姐姐到底會怎麼樣子 我沒看過 很大捏 但他講話的這個風格的話不是我喜歡的那種 他好像是比較那種鋼器鋼器的那種 我比較喜歡那種阿拉阿拉 然後那個的 這個果然是蠻適合我們秦始皇的語音喔 然後是比較大腿推類型 我覺得這個肉桿腿腿還不錯 然後重點是很大 真的不錯 來看一下 這個樣子的話應該是他的 迷樣抖動嗎 這是他的迷樣抖動 感覺晃得沒有很大 但我沒說我剛剛沒有看到鎮胸前好不好 晃得是真的還蠻大的 來看看他的腿 腿的話晃 他感覺好像動作都沒到那麼大欸 他是不是很想睡覺阿 你頂他的腿的話他好像就是那個 他會就是睜開眼睛然後跟你揮揮手 這其實蠻有這種帝王霸氣像的 因為銀陣就是我們的秦始皇嘛 秦始皇當然就是霸氣霸氣 什麼都不想管你的那種感覺 然後點腿的話 好像都是這個樣子 點腿的話都是這個揮揮手 然後正準了 正準了 沒問題 然後點手抽這邊的話跟點頭一樣是那個 是迷樣抖動 來看一下 點胸前的話呢 點胸前的話會把那個就是那個 豬豬弄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那個 這是啥 他是把這些豬豬融化嗎 還是他就是要用一個那個很像 小太陽的東西 這應該是他很能量彈吧 那我覺得他應該跟曹操一樣是屬於那種比較霸氣霸氣的 那可能就是他之後如果有更多一些裝扮的話 才會就是跟曹操後面的那個就是去酒店的那個感覺一樣 就是有一些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好 那我們這邊是我們的這個銀陣起死王嘴嘴 好不好 霸氣霸氣的 雖然沒有那麼的那個 一堆就是那個比較挑逗的一些色色動作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 嗯 穿著是真的很不錯 而且夠大好不好 夠霸氣 那整體來說的話就是一個慵懶的這個霸氣姐姐型 感覺就是 就是女王系啦 好不好 就是你想要幹嘛都隨便你這樣子喔 然後他是愛你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 看一下究竟厲不厲害 第一招是這個 黃拳喔 普通攻擊對隨機移民結人造成100%的法術傷害 然後第二招是這個八荒六合 其實秦子皇做了還蠻多一些 就是 幫助整個那個國家就是統一做了蠻多一些就是 措捨的 比如說統一度良痕啊或是文字之類的 其實還蠻厲害的啦 只是他有一些就是 不好的一些東西 那些我們就 就就就就大家都知道 那整體來說的話他還是有對 就是整個世界做出了一些蠻多的一些貢獻的喔 好 第二招是這個八荒六合 使攻擊力最高的六名隊友進入中橫天下狀態 持續三回合 隨機清除目標一個不良狀態 並回復160%攻擊力的生命值 有可能會會新一級 使自身獲得地主狀態 持續一回合 中橫天下攻擊力提升50% 然後抗性穿透提升2000 地主的話是不良狀態抗性提升120% 然後且自身承受的單次最大傷害不會超過5% 自身最大生命值 並且所有己方由中橫天下狀態提升的攻擊 和抗性穿透效果額外提升一倍 不得清除複製然後偷取 持續時間可受其他技能影響喔 所以感覺就是 感覺就是一直幫忙加東西的角色欸 很厲害很厲害 再來是這個 法不於眾 清除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6個敵方的強化效果 造成1000%到3000%的法術傷害 目標生命值百分比越高傷害越高 如果攻擊後目標生命值大於50%的話 則對目標增加 追加1000%到3000%的法術傷害 目標生命值百分比越低提升的幅度越高 然後技能造成傷害時 會新一級提升機率是100% 灰星一級傷害提升100%法術抗性最高的敵方 造成技能總傷害100%的真實傷害 無視防禦與抗性 如果重傷任意敵方的話 則追加施放一次法不於眾 最多觸發兩次 這感覺也是打到蠻多的欸 雖然沒有像是諸葛亮12000 那麼的大數字這麼誇張 但是因為12000大數字跟之前看到8000那些 好像都是要有特殊的觸發點或是累加上去的 那這隻好像百分之百一定會打到1000%到3000%的傷害 所以就看大家如何去取捨 感覺這隻也是蠻暴力 再加上可以幫忙整個隊伍增加一些BUFF效果的角色 命輪1的話刺殘極大 攻擊力加60%傷害反彈加40% 命輪3的話這個永生 欸?! 被重傷時清除自身不良狀態和弱因 並恢復自身50%的生命值 隨後返還戰場 巴動一次八荒六合 效果最多觸發兩次 哇所以他也是那種可以復活回來的角色欸 然後八荒六合的話就是這邊 他會有這個幫隊友進入中橫天下 所以這個還算是不錯 這一隻可以跳回來的角色欸 我感覺最近後面都蠻多一些可以跳回來的角色 要不然就是更新角色都打不死了 再來是命輪5 這個蒼熊極大 生命值上限加60% 體力值加LV成300 然後剛剛那個永生命輪3就可以開啟了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個命輪9的 萬界城府 當自身在場時如果敵方英雄獲得弱因的話 則營證有50%機率 略奪偷取其一點弱因 就讓別人比較沒有辦法開啟到弱因狀態 這個好像還蠻不錯的 只是我覺得他最厲害的話 應該還是永生這個只要開起來就還蠻不錯的 就可以再跳回來 然後再幫隊友加東西 因為目前來說就是 如果你怕被別人打到直接一發打死的話 有這種就是能夠更新的阿 或是能夠跳回來的角色都還蠻不錯的 前面那隻制藥的諸葛亮好像就沒有 但是一般的諸葛亮好像有 再來是我們的始皇帝啦 就是我們秦始皇啦 戰場上沒有一名敵方或是己方重傷 便獲得一枚弱因 因此沒弱因後立即進入因此狀態 一進入因此狀態10 使生命值百分比最低的6個己方 回復30%的攻擊力 然後 的生命值 有可能會會心一擊 因此狀態下攻擊力提升70% 旁律力提升100% 因此狀態持續3回合 不可疊加亦不可清除 這是我們的始皇帝 沒有問題 好 那這隻角色的話 基本上啦 我覺得他好像也是有他抽的意義 但是因為目前來說 這個原寶只剩下79,053了 所以我在思考到底要抽諸葛亮還是抽銀陣 你們覺得呢 我覺得諸葛亮之前的12000也是蠻強的 但是他這個12000的話好像是要疊加上去啦 這邊有沒有看到 後續傷害翻倍可疊加最高疊加到12000法術傷害 然後再來重點就是 這隻諸葛亮不知道跟我們前面的那個就是 一般的諸葛亮可不可以做一波交換 就是我如果上了這次諸葛亮之後的話 是不是就不能上那個 制邀諸葛亮了 這個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就要之後再看 但我覺得這次這個銀陣的效果的話 好像也還蠻不錯的啦 就是打的話有打 然後能夠輔助也是能夠輔助的概念 我覺得就還蠻型的 所以就看大家覺得怎麼樣 到底要不要抽 那如果是選擇抽看板娘的話呢 哲平會比較喜歡就是 秦始皇啦 畢竟大嘛對不對 但他比較沒有那麼多的一些就是那個 比較展現自我的這個肉體的一些動作出來 就比較還好一點點這樣子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現在的武將啊 已經把范真練到久了 然後現在在練真田幸存 其實要一次灌上去好像也是還蠻沒問題的啦 因為這邊東西好像還蠻多的 然後現在的話呢 他的技能好像是 命輪9的話會開啟這個 清除不良狀態有沒有 這個也是 這個跟我們就是那個 營陣是一樣的效果有沒有 被重傷時清除自身不良狀態 還落陰 然後並恢復自身50%的生命值 然後返還戰場 所以他跟那個我們營陣的效果 是差不多的這樣子 只是他這邊比較厲害的是這個 有一個那個 八千點的 八千%的這個 後續傷害翻倍可疊加最高 造成八千%的物理傷害 他跟我們那個就是諸葛亮差不多 好不好 所以就看大家要如何去抉擇 那你們會覺得哲平要先抽銀陣呢 還是要抽我們這個制妖諸葛亮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雖然我比較少在打一些就是 裡面的一些副本的東西 通常都是在看妹 但是我基本上抽角色還是有在 依據大家覺得蠻推的角色來去抽啦 比如說 反正那個時候大家還蠻推的 然後呂布大家也很推 然後諸葛亮大家也很推 然後增田競爭大家也很推 然後最近又一大堆角色大家都超推的 所以就真的抽不完耶 但其實因為這些角色都會反場啦 所以大家如果現在抽不到的話 也不用那麼緊張 就是慢慢抽慢慢累積下去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越初跟越中阿 還是越中跟越末的時候 都會有那個 炸彈活動喔 所以大家就不用緊張 炸一炸彈你應該又可以 一尾活龍來抽一下我們這邊的武將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 始皇帝 嬴政 秦始皇啦 讓你們覺得他 欸 漂不漂亮呢 或者他力不厲害呢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對他的一些看法囉 那我起評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